都集中在省二经济圈 这里集中了全韩国40%的人口 近一半的制造业和70%的GDP 最令韩国人胆战心惊的是 朝鲜只需要用火炮就能对省二经济圈进行打击 因此早在2002年 鲁武炫就提出要将韩国首都迁到中部地区 中清南道 让首都远离军事分界线 可直到今日 韩国的迁都计划都进行的很不顺利 今年以来以平昌奥运会 朝韩对话为契机 半岛局势得到了大大的缓和 可突然从日本传过来的消息 让韩国人彻底懵了 1月16日 日本独卖新闻报道称 日本政府正考虑将日美公民 从韩国过海撤离到对马岛的计划 报道转述了多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 表示这个计划的制定是以防首尔机场在紧急情况下被封锁或不能运作 将在韩国的美日公民先行撤离到富山港 然后从那里乘自卫队的船运到日本的对马岛 最后送回至九州岛 报道通路 日本政府已派出代表团到对马岛检查接收设施 做出详细的评估 如果此消息属实 说明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动武的念头 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这段时间半岛局势因平昌奥运会意外缓和下来 美国其实是很不高兴看到的 但也没有理由加以强力阻止 否则将把自己推到韩国的对立面上 但即便如此 美国还是纠集了17个国家 对朝鲜海上贸易进行强制检查 必销毁所有拦截到的违反联合国制裁的货物 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军将领的表态来看 半岛局势仍有可能在平昌奥运会结束后升温 日本是美国的忠实马仔 十分善于揣摩老大的心思 日本正在做的这些准备 绝对不是无敌放始 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目前这种形式对中国来说也很不利 西边的印度携印太战略蠢蠢欲动 东边的台海局势风雨欲来 而半岛局势又随时处在临界点上